各位 以下是一則關於藝術界的消息 全球最大的兩間國際拍賣行 Gais德和蘇富貝多華 藝術市場近幾年的銷售增長已達至飽和 兩間公司在1月底公佈了2015年的業績 連銷售額比之前一年下降 今次自從2010年以來 兩間公司第一次未能實現增長 Gais德表示 去年公司拍賣和私下交易的總額 大約48億英鎊 折合即大約68億美元 比起2014年跌了大約5% 新聞報道完結了 交換給你了 我很開心 可以這麼近距離看到Ruby在我面前報新聞 很感謝你今天上來Cobo Challenge 幫我們做客席主持 好嗎 因為一場今天來到阿巴蘇 問一些關於藝術相關的問題 如果你是一個收藏家 第一幅作品 你會希望買哪一類型的作品呢 我如果整個 如果走阿巴蘇 雖然暫時未走 不過我連年都有來 其實我想可能 種種藝術品我都很想收藏 除了畫畫之外 例如一些大型的藝術品 如果家裡有位的話 都想買回家 但現在是擔心家裡未有 未交位 另外就是有沒有哪一個藝術家 你自己是特別喜歡 有興趣買到他的作品 如果讓我選擇 那麼多藝術家當中 當代或者是一些再遠一點 年期的話 由古字今數到來 我想我最喜歡 個人最欣賞 都是Darley的作品 他那種超人實主義 我真是一見難忘的 尤其是很多人都見過他那些作品 很特別的 融了一種 背後的含意有很多 還有我除了我喜歡他的藝術作品 即他的設計之外 其實他本身說的話 他的哲學 或者他每一句說話 其實都很有印象 我記得之前幾年去英國參觀他的藝術館 其實都逗留了很久 這是令我最印象深刻 還有真的 雖然是全世界很多很出色的藝術家 但真正想擁有放在家裡的 我覺得特別是他的作品 我特別喜歡 非常之 那個Benchmark Set很高 如果第一幅是要買Darley的話 但如果真的被你買到Darley 你會想放在哪一個地方 我想放在哪裏 我會想 是我經常都會看到的地方 我又未必會放在睡房 我想我會放在客廳 如果有朋友來 又或者有什麼客人來都好 跟我一起欣賞 不用客人進去睡房 也對的 而且很刺激 一進房子就會看到那件作品 如果你去買藝術品的時候 其實你是會喜歡去藝博會 還是還是喜歡走畫廊 甚至希望直接認識藝術家去買的呢 其實我不喜歡走畫廊 但是 例如Arp Basel這類的大型展覽 我很喜歡走的 為什麼呢 一次過就看到很多不同類型的藝術家作品 其實開眼界 因為其實全世界做藝術 或者是畫畫也好 大型的藝術品也好 其實一個人或者一時三刻 很難去一次過認識 就算自己在家上網都會看 但是其實有很多時候都是想親身近距離去看這些作品 我覺得走Arp Basel這些大型展覽 是最好的機會 一次過認識一些 本身沒有什麼機會接觸到的藝術家作品 這些是好機會 但如果你真的要買第一件收藏品的時候 有沒有說大概預算是多少 我想我又如果 當年Darly那些就很難 如果真的有心頭好的話 我想在十多二十萬以內都是可以考慮的 很好 可以買多幾件 Gallery要聽著 他有這個預算 想買的 另外就是 如果你去收藏的時候 你都會不會是很考慮那件作品的投資價值 還是純粹說我很喜歡我不打算買的 會 你問得好 因為本身我做過金融 其實當然我會 首先第一個出發點 一定是看他的藝術價值 就是自己喜不喜歡很重要 但是剩下來都會考慮他的投資價值 譬如是否可以有保值 如果有的話當然會更加喜歡 好 多謝今天Ruby來和我們聊天 現在不妨礙你去逛Arp Basel 好 跟大家說再見 拜拜 拜拜